中日海洋事务高级磋商预计不久将在中国北京举行 有关重启油气田联合开发谈判 以及海上联络机制将成为讨论的重要议题 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放缓波及日本对华出口急剧下滑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最新的情况 小玉你好 许波你好 中日海洋事务高级磋商 预定什么时候举行 主要着眼点是什么 会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小玉 是的许波 日本媒体周三披露说 中日两国正在协商举行这次磋商的日期和地点 日本方面希望在11月实现磋商地点在中国北京 那么今天星期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回答记者问时证实了这一点 他说中日双方正在就磋商举行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协商 日本媒体说 日本政府打算在这次磋商中 要求中国停止在东海油气田开发 认为中国的行动违反了2008年6月中日两国就油气田开发问题的协议 日本曾经在今年7月对外公布了中国在东海开发油气田的一些设施照片 指称中国在东海中日中间线的中方一侧建设了16个钻井平台 并且其中有8处已经确认到开采天然气时所产生的火焰 那么日本同时还希望在这次磋商中 要求尽快启动海上联络机制 以防止中日两国发生偶发的军事冲突 那么如果实践这次磋商 这将是日中两国的第四次海洋事务级高级协商 最近的一次是今年1月在日本横滨举行的 这次磋商预计中日双方的外交审议官级的官员 以及中日两国的防卫部门和海警部门的干部也将参加 那么您说这次磋商会取得哪些成果呢 一般认为这次的事务级协商呢 更多的是要将问题提出来 而最重要的一点呢 是两国在不同层面能够保持接触 徐波 好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日本的一个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呢 中日国民的情感略有好转 小玉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是的 这是一个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的情况 这是日本的民间非盈利组织言论NPO 今天星期四在北京公布的一份 今年8月到9月与中国方面联合进行的一个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呢 中日两国的受访者在回答 对对方国家没有好感的这个比率呢 较去年有所下降 中国方面回答对日本没有好感的呢 回答是78.3% 而日本受访者回答没有好 对中国没有好感的呢 是88.8% 这较去年的调查呢 分别下降了8.5个和4.2个百分点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数字实际上也是很高的 应该说中日两国的国民感情呢 还存在很深的隔阂 但是实施这次调查的日本NPO 言论NPO则表示呢 这尽管是很高 但是呢减少的这个趋势呢 说明中日两国的关系正在改善 出现改善迹象的这个大背景下呢 两国的国民感情呢 好像也走出了低谷 徐波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呢 是中日经济和中日贸易 中国经济今年第三季度呢 GDP增长只有6.9% 创下了六年以来的新低 日本呢担心中国经济下滑 会波及日本效益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 那么日本官方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9月日本对华出口额呢 同比下降了3.5% 这是连续两个月的递减 那么安倍政权呢 本来是期待通过出口企业 在日元贬值的这个大背景下呢 能够增加利润 也以此呢来拉动国内的经济 但是从数据显示来看呢 中国经济的减速呢 导致了日本的对华出口减少 同时呢还引发了人们 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 日本经济新闻呢 对100家的这个日本企业 加进行的调查显示呢 有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呢 中国经济的减速呢 会影响日本经济的 好的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祝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